区别所有其他粒子的中微子,可能会出现在实验中,甚至有助于解开二物质之谜,克拉拉莫斯克维茨。 中微子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光信号,在微型探测器内部,曾经有光电探测器。 对你实验是洛斯·阿拉莫斯,物理学家捕捉到了一轴,叫做中微子伊利路易州的一项实验表现不佳,暗示存在额外的中微子种类。 如果得到证实,这一发现将是革命性的,在物理学词汇中引入新的基本粒子,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暗物质的奥秘。 由于没有人同意观测的实际意义,本周在德国召开的中微子会议上聚集的专家们,已经兴奋地讨论了这些和其他声援的影响。 中微子首先令人困惑,这些微少的粒子形成于宇宙的最初时刻,如今在恒星和和反应堆的核心,几乎以光速传播,几乎不与任何其他东西相互作用。 每天有数十一个无害的中微子穿过你的身体,一个典型的中微子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过一层一光年后的铅。 中微子自二十世纪中叶被发现以来,人们曾预言中微子的重量为零。 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实验显示,中微子的确有一些质量,尽管物理学家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更奇怪的是,它们有三种已知的种类或状态,电子中微子,木子中微子和条中微子。 而且最奇怪的是,它们可以从一种味道变成另一种味道。 由于这些奇怪的现象和其他原因,许多物理学家一直在压住中微子,为物理学的下一个前沿打开大门。 现在有人认为门已经散开了,只想发现来自伊利诺伊中巴塔维亚被你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微型术推起中微子实验。 伊利诺伊收集的15年的数据,中微子在装满800吨纯矿木油的大桶中撞击原则核实,偶尔会产生闪光。 这是中微子的探测和特征。 它的设计类似于早期的一个项目,新墨西哥诸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液体,闪烁中微子探测器。 LF3比20世纪九十年代,LF3比观察到一个奇怪的异常现象。 伊数以墨子中微子开始的粒子中的电子中微子数量超过预期。 在废里实验室的粒子加速器产生的中微子数中,迷你不恩现在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由于墨子中微子不可能在短距离的LF3比实验中,直接转变成电子位。 当时的利诺家提出,一些粒子正当成第四种中微子,然后转变成电子中微子。 产生神秘的过剩,尽管这种可能性很优人,但许多物理学家认为,这一发现是侥幸,是由LF3比特有的一些世俗错误造成的。 但现在,迷你不恩观察到了同样的模式。 科学家们不得不考虑这一现象潜在的更深层原因。 LF3的美国联合发言人理查德范德沃特说,你有两个实验看到了相同的物理效果,所以一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在进行。 小巴研究小组于5月30日向运营服务器ARCSIS,并将与本周在第28届中微子物理和天际物理国际会议德国海德宝。 第四种形态,中微子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 在外部专家说,现在断定这种粒子是观测结果的幕后黑手还为时尚早,那将是革命性的。 他是一名中微子物理学家,也是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并不参与这项研究。 因为除了重力之外,粒子不会感受到变合自然力,这将有效的阻断与粒子世界其他部分的交流。 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有质量,这可能使它们成为神秘的暗物质的吸引人的解释。 这种神秘的暗物质,似乎为星系和星系团,提供了额外的质量。 范纳沃特说,那不仅仅是一些额外的粒子存在那里,还有可能是宇宙暗区的信实,无法解释暗物质本身。 相反,它们可能是一整组各种质量的无质中微子的第一个先锋。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有多少个加州大学欧兰分校的米瑞物理学家凯福阿巴扎健说,成为暗物质。 然而,这一发现很难解释,因为如果中微子在微子中转变成无质中微子,那么科学家们不仅要测量额外电子中微子的出现,还要测量它们开始时的木子中微子的相应消失,就像等式的两边一样平衡。 但是,你不恩和其他实验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消失,被你实验室的米瑞物理学家安德烈的古威亚说,但不是一个大问题,原因是探测消失非常困难,你必须确切知道你一开始有多少钱。 这是一个挑战,有一个鼻,或者也许小巴尼发现了一些大的中微子,也许宇宙的另一个新的方面实验光束中,鼻子的意外模式的原因,或者中微子以某种有趣的方式删扁,感觉我们还没有达到正确的假设。 普通寻常的是,这是一个神秘的物理学家,不必等太久就能解决的问题,被你实验室的病医校名为MicroDone的实验,只得跟踪MicroDone,并将能够更密切地研究多余的部分。 MicroDone的一个缺点,是他不能确定,他所看到的光的闪光,是否真的来自中微子,有可能一些未知的过程,正在产生模仿中微子信号的。 过量光子,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第一批数据的MicroDone能够区分中微子信号和冒名典器者,如果信号证明是多余的普通光子,而不是电子中微子,那么所有的赌注都是关闭的。 则古文亚说,我们不知道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会有什么结果,但如果是光子造成的,我们知道这种中微子解释是不正确的。 除了微型卫星,贝里实验室还在建造另外两个探测器,已安置在同一束中微子上,并接同工作研究那里的中微子震荡。 贝里实验室中微子部门负责人史蒂夫·布莱斯说,新系统被统称为短期限中微子计划,它应该在2020年前投入运行,并能在这10年的早期提供确定的数据。 在此之前,物理学家将继续讨论中微子的奥逆,这个领域的规模和兴奋程度每年都在增长。 例如,现在在海德堡举行的会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微子会议。 这是一个稳定的增长,但是是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果的物理领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G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